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可能打一辈子球 你就没想过 当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吗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你就应该知道 我们早晚会碰到 我们躲不掉的 来 我没想过 现在我们该做什么 我该做的是 一分一分给我把球咬回来 告诉我你什么 咱都30年朋友了 就一天是对手 我16岁进了排球队 这墙上呢 每一个球运啊 就是以前的帮傻姑娘 一个球一个球给凿出来 那时候我们打球 那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但我们心里边有这个 你又有形干的 可是他们不信呢 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 也跳不过巴西 也没有塞尔维亚跟其他地的力量 现在你能给大家带来展示的希望 我郎平从来不撞 我都是玩真格的 排球 排球 不只是我们的工作 还是我们生命的全部 我不管别人 还是不是需要中国女孩 我需要 我需要艾伤 也没有 这什么组圈 你不会可不可以 那种事 我不是怎么会 可以 我只是不能